大家知道,虽然我说我是一个思想家,其实我就是个处以文化水平读报的,但是这个案件呢,我读了几次,我读不,我理解不了,因为它疑点太多,太复杂,首先这是官媒报道的,这也不是我自己编的小故事,我们看这个标题, 无证倒卖香烟案,人行政诉讼,收回专卖许可证,是否送达了本人,烟草局承认三年后补贴通知,我先给口述,我理解的是一个什么案件呢,就是有一个大哥,被公安局抓了,说他倒卖,就是这个非法竞争罪,你没有权限卖烟,你卖了, 现场查了,他有五百条,首先我在这里,我就有疑惑,这五百条,如果是假烟,他的罪可能真的是够大 但全报道没有提过一个字,说他是竞争假烟了,只是说他无证买烟 判了多少呢,他是被判了五年,非法竞争罪嘛,被判了五年,最后已经让我糊涂了,我一开场这个新闻我就糊涂了,如果他是无证,他的烟从哪里来啊,是吧,他不应该,烟不就是假烟吗,怎么整个的报道没有提他是假烟呢, 啊,这个大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哥的门面,你看,你看这个大哥的这个样子,他像个有钱人吗,大家再看一下 啊,我们再看一下他这种门面 反正整个的报道啊,我是读不懂,太复杂了,他的门面呢,写的是母婴店 最少啊,他可能是个百货店,这都是我理解的啊,我看完他这个报道,我看了几遍,我理解的啊,不但不见得准确啊 他是一个百货店呢,他有烟草证,后来呢,他给改了名字叫母婴店 改母婴店可能就是店名吸引一点吸引人来买吧,可能就是,看就是这样一个街景啊,他这个可能还算城镇了,是吧 他要吸引更偏僻的人,有有这个啊,广告效应,改了改了这个名字以后呢,可能是烟草公司不允许母婴店经营 当时呢,三年前呢,给他下达了一个什么呢,整改啊,你这整改,你这个不合规 那么现在律师就辩解,就给辩护呢,不是辩解了,辩护 说当时你是给,给下过整改,这个大概知道啊,可是你也不是收回这个烟草证啊 你既然不是收回,你怎么说他是无证经营呢 是吧,如果你是收回,你不应该人家有这个复议啊,上诉啊 你不也,你去允许这个嘛,然后呢,这个辩护公司干了一件事 啊,就去人家,深更半夜偷偷的给人去贴这个通知啊,给贴通知 我这里又看不明白,我这里,在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 他贴个什么通知呢,他就说,我们给你送达过 送达过说,说这个,撤销这个,你的烟草证 那么律师就说,你送达过,你的证据是什么呢 你,你怎么证明你送达过呀,是吧 还不说后面的,就是你真正的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得,这个被复罚人应该有权利诉讼啊 啊,这个申辩啊,什么的 先说,你的证据在哪里 然后他们深更半夜的 就烟草公司的人去那里贴送达文件 啊,你看,凌晨,凌晨1点25分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啊 这个不是,这个,这是早晨6点 啊,这都是最新的 应该2024年5月31日 早晨6点到那去,去拍 啊,他为什么又有这个凌晨的 又有这个早晨的呢 因为他要去私人家的那个门 门的贴的村联 这个村联可能还有日期 大家能理解吗 因为他要取一个证嘛 取成了这个 啊,就是这个是三年前的一个证据 啊,我给你送达过 我贴在你门上了 你看我拍了有图片 但是回去一看呢 有可能一看不行 因为上面 有这个,有时间的这个显示 可能一夜里又要去给私出来 但是整个的报道没有写这么详细 我是看不懂 我真是看不懂他这个报道 我只能揣摩他这里面发生这些个事 太,太费脑筋了整个的报道 他这里面太复杂了,是吧 事情简单是简单 但是要把这个东西 要用证据链条把它弄明白 我就完了,我败了 这太复杂 也看起来这里面,是吧 最后律师呢 给辩护的意思 整个他的行为 最多算一个行政问题 你怎么弄成形势上 他坐牢呢 这是律师的辩解 这个辩护 谁感兴趣这个案件 谁再来查吧 我是弄不懂 有点糊涂啊 是吧 或者是这个小编 或者是某些个人 他就是没办法 只能写成这个样子 是吧 这太复杂了 而烟草公司给回应的是什么呢 烟草公司给回应的是 烟草公司回应的在哪里 烟草公司大概回应的 就是当时给他送达文书的时候呢 确实有纰漏 现在的只是补个证据 我们不是造假 大概就是这样回应的 那我们最后再分享 最后他的焦点 所说的焦点 麦吉区烟草局出庭人提到 根据行政诉讼法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应当自己知道 或应当知道 做出行政行为之日起 六个月内提出 提出复议 本案中 袁双全在形势侦查 询问过程中 曾多次明示明确表示 没有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 在2023年8月18日的 第四次笔录中 袁双全在回答 烟草证核实吊销时表示 好像是在2020年左右 具体记不清楚了 可确定 袁双全知道 做出行政行为实现 已超过六个月 超过了起诉期限 针对诉讼期限的问题 袁双全律师听审中表示 收回通知书 没有送达 袁双全不知道该行政行为 袁双全 盐草证是被注销 不是吊销 切未发生过判决 生效判决确认 你看这个注销和吊销 在这里 律师就因为这里有问题了 不能作为证据 即使根据笔录 也没体现告知过起诉期限 载明起诉期限和内容的 是收回许可通知书 但该证据律师是 今年5月31日才在 烟草局提交的证据中看到 为什么说这个细维 我看不懂 就这段话 我就理解不了 朋友们 这真是学法律的人 才能在这里咬文嚼字 是吧 他们要表达啥意思 据悉 袁双全所设非法进行罪 已于5月初二审开庭审理 行政诉讼厅审结束后 袁双全律师 向负责袁双全刑事案件 二审的天水市中院法官 提交行政案件审理的相关证据 袁双全律师认为 根据最高法公报案例 和各地生效判决 在类似案件中 刑事审判 必须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 麦基区烟草局做出的行政行为 为宋大当事人 且为依法 告知其具有听证权力 不发生法律效率 袁双全不构成非法进行罪 其旨在本行政区域倒卖 可进行行政处罚 但不构成犯罪 记者就找法院的人采访 找烟草局的人采访 都不接受采访 这里我得赞叹这个律师 我看这个律师是哪个律师 我觉得律师这是很了不起 我爱这样的律师 没有说这个 没有说这个律师是谁 这个整个的新闻报道里面 我再给附一下盘 这个它是个什么事 它到底虽然我都不懂 它这里是怎么回事 天水这个地方 依然还是非常的穷 出了一个派十亿 派十亿是这里的 但很穷这个地方 穷乡屁养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哥们 干了一个百货店 有个烟草生卖烟 后来为了生意 可能也是不好 然后又改成了一个名字 叫母应殿 这个时候烟草做卖 就不愿意了 说你这个百货公司 百货店 你改成母应殿 你烟就不能卖了 大概是这样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披露 烟草公司呢 是有披露 没有这个很正规的 进行这个相应的 这个行政动作 那三年以后呢 这个公安局突然出现了 这里都巨大的问题 都是出现了 一查他五百条烟 非法禁营罪 但我还是不能理解 如果他没有烟草证 他就五百条烟 如果按照假烟来处理他 他罪 真是很大了 但是他 为什么就是 非法经营罪呢 是吧 给他定了非法经营罪 给他经营非法经营罪呢 律师一来 一律他这个 整个的流程 要找烟草公司的 这个瑕疵 有巨大的瑕疵 烟草公司为了 完善这种 瑕疵 就派人升纲半叶的 到他这里来 来做 这种 给完善 给提过 完善三年前的证据 等于是 我有告知你 整个的这些个东西 在经济发达地区 真的可能 比较罕见 在经济非发达地区 这个东西 可能是非常普遍 很多的 为什么我很感动 这个律师呢 没有这么高级 厉害的律师 这个东西 无话可说 反正就是 你对案件 这个本身 这个本人 这个里面不说了吗 问他啥 是啥 傻了 这个人就 判五年 真的 你说这个大哥 挣了十万二十万 十万二十万也不行啊 是吧 五年了 毕竟是 一百万吧 是吧 这么穷的地方 挣一百万 怕五年 哎 就认了吧 可能这一百万 你也绕不住啊 这样绕得住 就是 我说的意思 就是犯罪的成本 和那个标德 对应上 他未必的 混得上饭吃 这样 你这五百条 也得多少钱呢 一百块钱一条 这五十万呢 是吧 这大哥们 一看 围着这五十万 是吧 大家就理解 这里面多 又是前线 又是复杂的问题 咱也就不好 多说了 谢谢大家